112學年度HBL全國四強總決賽 3月16號到3月17號 在台北小巨蛋舉行 連續四年闖進HBL四強的光復高中 今年在冠亞軍決賽對上南山高中 雖然習敗未能達成三連霸 但球員們拼搏努力不懈的精神 仍是贏得全新竹市民 還有全校師生的歡呼與掌聲 光復藍原小將 還有我們的全體隊職員 在今年度HBL的表現 真的是拼搏 盡了全力 永不放棄 從我們進入四強決賽 教練團就針對每一個孩子 每一個戰術做了相對應的指導 甚至鼓勵他們 這兩天就是我們的Party 希望同學進行在球場上 享受這種歡樂的氣氛 輸贏 只要不要自己有任何的缺憾 輸贏是歧視的 所以在球場上這樣的團隊精神的發揮 跟永不放棄的精神 是我們共同引以為傲的這樣的青春技藝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帶所有師生一起共同擁有這段美好的回憶 光復高中甲級籃球隊成軍第九年是高中籃球甲級聯賽的新興強權 今年112學年度勇奪全國亞軍也帶回了新竹市第一座銀杯的榮耀 雖然結果不是我們預期跟想要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感恩吧 因為你看學校不管是我們贏球還是輸球 這三年都是這麼大陣仗的來迎接我們 然後就讓我們感覺不管贏球輸球 然後就上個家 然後等我們回家 迎接我們回家 我們這一屆要畢業七個三年級嘛 然後未來不管是一二年級的學弟妹還是會進來光復高中的學弟妹 我覺得就是可能努力然後可能肯拼命的話 這邊會很好的不管資源還是老師還是教練團 然後甚至是支持大家的新竹市民吧 就是很棒的團隊 以努力不懈勇不放棄的精神 光復籃球隊再次寫下隊史新頁 雖然今年表現不如預期 但球員還有教練仍然有信心 明年必定捲土重來 再次挑戰金杯榮耀 記者簡淑琪採訪報導